35岁乡下小伙娶了一个年轻女教师,婚后我才知道没人敢娶她的原因。 我是一个乡下人,读的书不多,但是我会赚钱,所以在家里的还是比较有名气的,我一直没有谈恋爱,到了结婚的年纪,我还没有一个对象,家里人也催我了,今年都35岁了,就知道忙忙忙,赶紧娶个媳妇,生个孩子吧。 我就这样乡中了乡村的年轻女教师,她长得还不错,脾气方面还是可以的,我觉得跟她可以在一起,毕竟她是知识分子,以后教育孩子也是有道的,应该算是一个贤妻良母吧。 她今年才26岁,我比她大,这么好的女人都被我娶到了,我心里还暗暗自喜呢? 久了我才发现她的不好,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 首先,她什么事情都分得特别清晰,感觉就是一切都要打理好,天天唠叨一下,还要斤斤计较的,一回到家我就被她烦到了。 第二个,就是她这个人不大喜欢大场面,我每次带她出去,她都不想去,而且一点也不会为我着想,就只会顾自己的,难道她就这样? 最后,我很讨厌的地方,就是她竟然不想跟我一起睡觉啊,那我们怎么生孩子呢? 还有就是每一天都要很有规律的生活,我也受不住了。 就算我主动,她也不会接受我兜,压根就不想让我碰,不知道是不是嫌弃我还是怎么样? 特别不情愿,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她生活下去了。